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叶了解到那小孩似乎在传言会馆附近投放有毒的巧克力 谈话间 粗鲁的警长把他的车子当烟灰钢尺 气得吴叶加速离开 摆脱掉没礼貌的警察后 吴叶驱车来到公园附近 恰巧发现一色目标的小男孩正在埋着什么东西 吴叶下车查看情况 小男孩笑嘻嘻地告诉他 我在做海鸥的责母呀 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吴叶感到疑惑 你看 海边到处都是油污 鸟儿们只要一粘到就没法动 最后 都死掉了 讲到最后 小男孩面色越来越悲伤 他以前 只有小鸟愿意和他做朋友 自从船上流出大量费油 导致大量小鸟死亡 他再也不能和小鸟们愉快地玩耍了 而且到了夜晚都要为小鸟做坟墓 因为白天还会被大人们驱赶 小男孩觉得这好像不是个尽头 因为每天都有许多海鸥死去 而罪恶的源泉正是排放废油的轮床公司 吴叶决定先送小男孩回家 目的地是一家肥料公司 我到了 再见 但是 我也并没有打算让小男孩顺利离开 门打不开 是打不开 你想干嘛 毒巧克力是你放的吧 你家开的是肥料公司 店里加上农药要多少有多少 你就把药加在买来的巧克力里 对不对 不开门我就把玻璃撞破 把有毒的巧克力放在船员会馆前 是想对那些把重油排入大海 杀死鸟儿的船员暴富吧 你以为只要是船员 不管杀谁都可以 这样就会满足了吗 你到底放了多少呢 不用你说 他们都是敌人 敌人 谁死了都无所谓 即使船员都死光了 油还是会继续流出来 海鸥还是会继续死去 那我就继续杀 小鬼 要不要听个故事 吴叶向小男孩讲述了以前自己的故事 他以前是个爱飙车的坏男孩 有一天他载了一位女高中生 因为飙车 发生了车祸 医生宣布了女孩脑死亡 但是 她的心脏还在跳动 她在努力地活下去 物业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 充满罪恶感的她 祈求医生让她活下去 啊 那个女高中生后来怎么样了 不是一开始就说是故事吗 这是真实的故事吗 笨蛋 这是为了阻止你杀人编出来的故事 小男孩冷静了下来 对物业如实道来 他一共放了五个巧克力 有一个被捡了 剩下的四个被警察发现了 所以他们必须快点找到那个捡了巧克力的人 他们来到了船员经常喝酒的酒馆人人 有了 应该就是那个人 物业接近目标人物 要求他把口袋里的巧克力交出来 谁知目标男子奋力反抗 逃走了 目标男子慌张地向肥兔大二的水手老大求救 嘿 我只不过想要他口袋里的巧克力而已 巧克力 你杀我们 大力水手赏了伍叶一拳 被伍叶轻小躲开 他开始反击 逐一击破 那个人就上计程车逃了 于是 他们开始公路飙车大喜 目标男子这么慌张地逃走 看来事情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居然闯红灯 小孩子不能选 别以兴奋地大喊大叫 我按前面有两大卡车 伍叶被堵在大卡车后 但是没有关系 伍叶展示了高超的开车技巧 使用刀片超车轻松越过大卡车 最后追上了目标车子 用改装过的底盘升起的备胎 压制住了目标车辆 顺利时目标车辆停了下来 目标男子慌忙下车逃离现场 他逃到一个废弃的工厂 像正在交易的老板们求救 此时 伍叶的计程车出现了 他们平平朝计程车开枪 伍叶使用了眼光灯 亮下了众人的眼 用他的计程车打败了所有人 哦 投降我投降 我只有三公斤鸦片 别再追我了 原来目标男子如此慌张 不是因为巧克力 而是因为贩毒 最后 目标男子得知 他们只是来拿有毒的巧克力 气得半死 伍叶把毒品撒向废油堆里 而小男孩在现场发现了一箱子的钱 于是他们拿着钱溜了 伍叶的大海 宁静而美好 如果没有难闻的废油味 那就更好了 伍叶和小男孩协商 一年后 捡来的钱就归他们所有 他可以把一半的钱捐给施工所 让他们修建防波堤 这样废油就不会从外海漂来 鸟儿们也有了一片生存空间 那哥哥那一份怎么花 该不会是 嗯 一年后再见吧 伍叶扬长而去 因为伍叶讨厌清晨 他驾驶着计程车 向夜幕中归去 也许你也曾在深夜的某处 和他擦身而过 午夜计程车 第一集结束 主角午夜原是标车一族 因为车祸 让一个豆控年华的女孩子 成为了植物人 愧疚的她成为了计程车司机 带着各式各样的乘客 上映了一场场悲欢离合的故事 她的身手了得 她的车也安装了特殊装置 是不是很像四驱兄弟中的巨无霸 而这个短片集中 后续也会有 首种志冲老师的作品人物 客串小彩蛋 让我们一起来挖掘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